山土而台风破纪录的雨量重创基隆 市府团队全力投入救灾 基隆市政府也放宽封灾慰问金发放标准 特别的是受灾的汽机车都可以提出申请 那对于这个土石掩埋 边坡滑落 尤其在新风节我们看到有好几十台的这个摩托车 那请大家准备申请书 车辆应灾损的这个证明跟照片或者是影片 或者是报废证明或车厂出具减损价值的证明文件等 我们的机车最高的部分是会位住5000元 位住5000元 那基隆的汽车据我了解可能为数不多 那如果有的话我们的位住是会达3万元 那泡水的确也有泡水的汽机车 泡水的汽机车里的时候呢 我们的位住范围的定义是要泡水的高度 要达半个轮胎以上 泡水的机车我们最高位住是2000元 这个要请大家到这个车辆应灾受损的所在地的驱公所的设政客 这次风灾多处房屋遭受土石流侵袭甚至不堪居住 救助金发放以户内人口为单位以无口为限 它呢有两类的一个补助原则 第一个呢是财务受损的救助 就是它的住屋呢是因为它的这个财务受损而影响生计的部分 那我们户内呢每个人口每人将发于新台币5000元 那每一个户籍呢每一个弟子呢以无口为限 那这个每人呢他必须要有户籍在这个户口 而且必须要居住室舍 那假如在这一次的这个山土的台风当中受到了这个破地灾害 就是土石流相关的这个侵袭 住屋呢就是在那个时候达到应灾毁损 就是不堪居住者包括我们后来安置的这些都包括在内 就是说那户内的每人我们发给新台币2万元每人 然后每一个户籍每户以无口为限 所以这个部分呢假如是有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那么住屋破地灾害一共可以从财务及安迁的部分呢 得到25000元总数的一个补助 那一样每个弟子以5人为限 另外针对房屋淹水除了原有的淹水深度达50公分以上 未达100公分者每户发给1万元 淹水达100公分以上者发给2万元之外 市府也首度放宽申请标准 淹水未达50公分的受灾户 可申请每户5000元未住金 市府表示各项灾损申请从即日起至11月7号 请备妥相关申请文件 一个月内向区公所设政课完成申请 市府将以最快的速度审件 为市民减轻负担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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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